一拳超人重置版出问题的时候 错的永远都是春天熊界 万永远都是对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觉得春天熊界很可怜的YouTuber Guma-san 我本来预计 接下来的节目要聊一则关于 一拳超人二栏片重置版的故事真意 因为第三季要播放啦 我Guma-san要趁日度嘛 所以为了预备节目写文案呢 我就必须要上网查资料 自然而然呢也会挂一些动漫论坛 结果我很惊讶的发现 到了9月 我依然还是看见游乐潮关于 二栏片重置版的剧情 虽然我是能理解 为什么大家会对重置版的内容感到不满 但是潮得也会没太久了好吧 当然我个人觉得 真人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啦 毕竟二栏片的故事到了中后期 原作和重置版差别就很大啦 我不说二拉后来可以查到伪天灭地 然后一直追赶奇异的詐利这一点啦 单单爆破干燈茶就吃鳖这一点 我就觉得很有吐槽点了好吧 从我刚刚的沿路来看 我也是觉得重置版的内容也有存在着不少的问题 虽然我个人还是很喜欢重置版啦 而且你们自己想一下 别的改篇作品 动画打和原作打都可以骂起来啦 各况是同步作品和原作和重置版的内容差异呢 所以一拳超人分成两派炒起来起争论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可是我在仔细看这些论战的时候呢 我突然觉得越来越奇怪啦 尤其是有些原作党的言论 简直就是到达双标仔的地步啦 对我是说有些原作党不是说全部啊 为了大家方便 我就把这些有些原作党称为一群原作邪教徒 我会说他们双标的原因是呢 当这些人骂重置版的时候 这些邪教徒就只是骂春田 但却没有骂万老师 关于这个现象我是觉得很奇怪啦 因为我们都知道 负责重置版故事的是万老师 作画的是春田老师 当然春田老师也会加上自己的点子 并与万老师商量后 才创作重置版了 这个在早期的版堂里就有提起到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呢 如果你对剧情不满意要骂作者的话 照理来说你应该要连万老师都一起骂吧 我要先成绩一下 在这里我不是鼓励你们去骂作者啊 大家不要误会 我真正想要表达的是 要骂人之前首先要搞清楚状况 而不是从此版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就只骂春田 然后另一方面又把万大师神来拜 说真的 这个现象已经是到达邪教徒的地步了 可能我这么说好像有点伤人啦 那你们去看一下原作邪教徒 在巴哈和天巴的讨论区 就明白为什么我会说他们是邪教徒啦 因为他们把春田给邀文化 自己外外不符合事实的事情 我觉得这些人的行为太可耻 让我感到很恶心啦 所以我决定赶节目来踢爆这些一拳原作邪教徒 虽然是这么说啦 但这些邪教徒的战斗力非常的弱啊 因为他们就只是头脑外外而已啊 搞事根本没有逻辑可言啊 我就讲一个大家都应该听过的留言 那就是春田老师和万老师分道扬镳这些事情 会有这种流传呢 是因为在地通VS凤华南的剧情重置 加上那个时候万老师就在推特上发布了这则状态的关系 所以才会被别人流传或者是春田老师自己说要改了 与万老师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结果慢慢的就延伸出别人误会两人已经没有合作了 但是我看见有人这么想的时候 我的第一感想是 你们到底看这种日语吧 哈哈哈哈 就连我这种日语烂到吊炸的肥宅都知道 这段日语就是假设春田超厉害的称赞贴文啊 哪里来的分道扬镳啊 你们是在读空气吗 连国可翻译这么烂的积方都厉害过你们这些邪教徒啊 昨天我就故意把这个贴文放在YouTube专页 以及截图给一些会日语的朋友做翻译 几乎都是说明各位好像为万老师的提议 但这些重制的修正都是春田独立完成啊 万老师觉得春田老师很厉害 所以这明明就是说明两位老师有着很厉害的默契 重制这些战斗 我不明白为什么可以解释成是两人闹不合啊 而且他就只是说重制地同和凤凰拿的战斗而已 又不是说全部战斗 你们的思想到底是有多么的悲观啊 反社会人格吗 要脑补也要按照基本法好吧 重点是这只是一个两年前的普通状态而已 还可以延伸出这么多的版本 这个脑补我真的是服啦 而且这下天文是有上下文的 万老师已经有明确有说过 童帝的某些叉截和台词是有经过大量讨论的 明明万就已经在推特写的明明白白了 为什么你们这群学校图可以如此可耻的乱传留言呢 你们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多么的恶心吗 而且你们不是把万老师当是神来拜吗 为什么你们还可以误解自己信仰的意思啊 Why 在我眼里你们不是喜欢万的原作本 只是大初看春天老师不爽然后不分青红罩牌 就随便让开黑的靶气而已 可能我说不说有点太重啊 但我的确是遇到非常靶气的言论 说什么 啊 春天和万就是分开了啦 你自己挂下异能百分百一全原作一全从事版前期后期就能感受得到啦 哦 是吗 那我给你们这群学校图看一张图片 好 这是一旋超人从事版第215话 也就是最新一话的封面图 请问一下这个字是什么 念给我听一下 蛤 什么 你们说你们不会念 没关系 我念给你听 story by 万 up by yusuke murada 也就是故事是万 做话是春天雄界 都写这么清楚了 还要继续歪歪吗 照你的逻辑来说的话 那如果你今天是12点大变的话 那你永远就只可以12点大变了哦 不给一点也不给两点 只可以12点大变 因为不是12点大变的你就不是你啦 show the part 我到底是在空三小 一样的 万老师万骂话写故事这么久啦 风格多多少少肯定是有变化的嘛 而且人家分道扬镳这个消息 也容易到你们去乱传吧 金色春天老师和万老师都还没有发通告 到现在两位老师的推特状态都时不时 还在分享创作一圈超人的心得啊 所以各位一圈原众邪教徒们啊 扫贯贴吧 逼扎和巴哈啦 不然你的脑真的会变成把气啊 虽然我个人是不知道 整件事情的始终俑者到底是谁啦 但除了我敢确定是贴吧 逼扎和巴哈疯狂乱传以外呢 我相信 斗骂文章网站也在这些事情上功不可没 比如标题取什么一圈超人援助者万甩瓜 或者是一圈超人种种低下表明万老师要和春天球界分道扬镳啦之类的耸动字眼 结果里面全都是推测文 根本没有任何的光发图以及证据 没有任何光发图的证据还敢说自己是证据 你们不知道有多么的可笑吗 而且你们知道我还看见一个更好笑的文章啊 他们把我刚刚提起到的One的Twitter状态解读成是 从此把剧情本啦 你们别来我的账号下面爆破啊 没有用的啊 这是我管不了 他XX 好一个称赞玩可以被写成是阴谋录 我顾巴哈还真的是服啦 而且很奇怪的是 如果你用英文或者是入文去搜寻关于 春天和和老师分道扬镳之类的字眼呢 我告诉你 完全没有网民讨论相关话题 严重的最多就只在5CH那些网站 骂重置版的故事而已 并不会大方便只骂春天而已 就只是中文多么讨论区自嗨搞事 而且我查到的除了巴哈这个特例以外呢 大多数都是大陆网站 你们不相信的话 请各位为日语、英语和中文的观众们搜寻 你们就知道我说的是不是实话啦 可能有些观众看到这里会觉得很奇怪 哇 Gumas啊 为什么你要多管些事去理这些事情啊 你就好好介绍多么就好了咯 没有必要去招惹人吧 对 你说的没错 其实我大可不必多管些事去讲这个话题 我可以假装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直接与大家聊二篇重置版的争议剧情 因为重置版的确是有节目 我认为是处理不好 甚至有吐槽点的 但是当我查资料的时候 我知道一群超人的中文讨论区竟然有如此花妙的风气 而且是完全妖魔化整件事情的那种做法 然后一味的直骂春天捧万 然后又说一大堆洗脑的话去骂重置版 当我目睹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讲实话我真的非常独揽 我觉得如果今天我聊的话题是二蓝篇这一世界的话 整个下方评论一定会有了带节奏 大方面辱骂春天 然后把万大师神来拜 这个不是我想要看到的 当然我不是正义死者 毕竟我顾帮傻非常爱钱嘛 我知道今天影片一出应该就会延下 然后我就有非常多的流量和触及率 所以我肯定是抱有丽莎的目的去制作这一支影片的 但与此同时 我是真的在很生气的情况下决定这个主题 因为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看见一群超人 在中文论堂和文章论堂到底是什么鬼样子 让你们去判断某些留言的真实性 而不是贴吧或者吧还爆料什么 万等和言 到期基加要与春天取消合作资料的消息 然后里面没有任何的光发通知和图片 结果大家就一味的去相信 这个是我本人看不下去的 而且我在QD这个主题也很犹豫 到底要不要聊啊 我在写文案之前还特地查了一下 有没有什么中文动漫YouTuber说这些事情 结果完全没有 但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这个话题一聊起来 肯定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再加上我相信一群超人的中文论堂 尤其是巴哈贴吧那种只能存在一个论点 不能存在两个论点的现象 我觉得其他动漫YouTuber已经列有所闻了 所以为了必先不聊这个话题 反而才是正常的 只有不正常特别抖M的多骂YouTuber 也就是我才敢谈论这些事情而已 所以看上我如此抖M的负责 还不快点递我的频道 好今天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相信今天这一期一定会招惹不少人 然后底下有非常多骂我的留言 但是也无所谓啦 毕竟我用流量被资加龙发大财啦 哈哈哈哈 所以那些想骂我的原众党们 尽量不要骂我啦 要怪就怪你们自己不查资料 懒惰思考 结果对方随便拿个推文 自己玩学看不懂就相信别人说的话 都几岁人了还被骗 哈哈哈哈 所以二两天重制版的聚集争议相关影片嘛 我应该还是会做的啦 嗯应该啦 OK如果大家喜欢本期的节目的话 欢迎大家按个赞 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伙伴答案支持我哦 也邀请你们关注我的Facebook专业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